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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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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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谢谢Magnus先生 谢谢 谢谢Magnus先生 谢谢 Thanks Mr.Magnus Thank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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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接下来我们 马不听题的要来到群访的 时间段了 各位媒体朋友做好准备 我们接下来是群访的时间 很多是吗 很多是吗 今天来到现场是不是感觉 现场人非常多而且非常的有热情 暂时还没有适应 慢慢适应是吗 好 我们动作稍微快一点 待会儿我会代表各位媒体 问到疫情七个问题 所以呢要辛苦一下疫情了 好 我们稍微有点距离 稍微有点距离 各位媒体朋友我们准备好了吗 来我们稍微小心一点 稍微有点距离 稍微有点距离 各位媒体朋友们 好 大家准备好了吗 稍微有点距离 好 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秩序 稍微有点距离 好 我们接下来 来 请现场各位朋友安静一下 请现场各位朋友安静一下 各位 大家稍微安静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进行 好 我们现在进行群访的时间 首先我们要问到第一个问题是 先来聊聊今天来到上海出席 然后吃了一些香菜 然后还蛮开心的 果然是来自长沙 确实有点 因为刚刚一直 就最近一直在做音乐 所以突然这么多照相机架着 我真的有点紧张 刚才疫情也跟我说 慢慢的适应是吧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作为H&M首位全年代言人 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这样一次合作呢 我其实非常感谢他们的选择 然后其实我们可能是在互相运用自己的能量 和自己的输出 来传递各自的目标 或者是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理念和对于时尚的态度 好 那第三个问题是 刚才你也说了嘛 很喜欢我们这一次的联名系列嘛 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这一个系列 三个词语 这一次的系列我觉得是 有个性 有特点 然后值得期待 哇 你这三个概括的很好啊 那最喜欢当初哪一件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件都很好 我比较喜欢 后面有刻字的功夫 刻着功夫的那件衣服 因为我觉得所有功夫都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 抬上一分钟抬下十年功 好 那接下来呢 请一起为我们分享一下平时的穿衣风格到底是怎样 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穿衣风格可能就是 Lessis More就简单的 然后比较舒适的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 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喜欢跟适合自己 好 接下来到第五个问题 之前你和H&M联名合作的大航海系列 听说出现了一箭难求的火爆场面 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我很开心啊 这个粉丝朋友们太强了 这个 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多亏设计 跟我一起设计衣服的人 然后也要感谢H&M的大力支持 然后能让这么多人知道大航海 知道Grand Line 然后也谢谢大家支持这一件合作的 联名合作的 谢谢 好 第六个问题 不久前你也刚刚发行了自己的新歌 《我不好》 那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异性风格的一种情歌嘛 可以聊一聊 新歌的风格和创作的原因吗 其实就是 我希望找一些跟大众的共情 那我 这首歌请教了很多很多 优秀的前辈 林荣华老师 包括跟我一起编曲的 郑文老师 我希望有一首歌 能够让大家能够听着 会很舒适 不会有什么负担 然后也可以在歌词里面 找到属于他们的情景或情境 对 当然那个是第一弹 那也表示会有第二弹 希望第二弹 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大家也会喜欢吧 好一心口才非常好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作为一位原创音乐人呢 可以分享一下下一步的音乐计划是什么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其实我 我最大的计划就是希望用更多的民族乐器和 因为我希望把这个融合的这个概念做到极致 所以我希望用到 运用更多的中国乐器来做更国际化的音乐 这是我的大概的一个计划 大的 好的 确实非常辛苦一心介绍我们的群访的部分 也辛苦各位媒体老师们 辛苦各位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一心去到后台休息 你可以去到后台休息了 谢谢 那此刻内提醒所有的摄像朋友